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让你气死 母亲的告诫 安利科 伦巴底少年为了祖国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种行为非常伟大 不过 安利科 你也不能因为认为一些事情很小就不去做 今天早晨 我们从学校回来的时候 有一个乞丐母亲 怀里抱着一个可怜的孩子向你乞讨 你明明看见了她 却还要装作没看见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母亲 安利科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被抱着的婴儿也许正在挨饿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可怜的女乞丐所遭受的痛苦 你如果给了她一个铜币 你就会得到她的祝福 你自己也会感到高兴 不是吗 所以 我经常希望你做好事而受到别人的祝福 经常的 你能从你的小钱包里 拿出一枚索尔多钱币来 把她放到没有亲人的老人 没有面包的母亲 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手中 乞丐们会更喜欢孩子的施舍 大人的施舍是一种慈善行为 孩子的施舍不仅是一种慈善行为 同时 更是一种充满爱意的行为 你明白了吗 你想追求更幸福的生活 而他们只为能活着就心满意足了 你想一想 那些穿着天鹅绒衣服的孩子走在大路上 路边还有那些穿不起衣服的儿童 他们连维持生计的食物都没有 啊 安利克 从今天起 当一个母亲走过你的身边 向你乞讨时 你再也不要连一个铜币也舍不得给她了 你的母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